这是一部耗资7.45亿美元打造的有史以来最贵电影 即使放在整个影史界那也是相当的炸裂 不过超级宏伟的战争场面和奇幻的人物风景 加上雄伟震撼的背景音乐 让这部电影霍比特人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史世纪剧作 所以小编今天特意辞掉在富士康打罗斯的工作 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述说这篇传奇故事 话说在中土大陆中有一个采矿的矮人组 他们虽然长得不咋样身材也短小 但他们却是最富有和强盛的王国 国王居住的宫殿背靠一座孤山 山壁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黄金宝石 而且善于锻造是矮人组与生俱来的天赋 于是出自矮人组手上的宝物数不胜数 就连骄傲的精灵王也爱下面子请求矮人组帮忙打造宝贝 可是国王已经被财富洗脑了 自从他得到这块世界上最昂贵的山脉之星宝石 从此变得目中无人且狂妄自大 他认为这颗宝石是上天赐予他的权利 眼神中的怒口 于是两族持续了千年的友谊就这么破裂了 但在当时的中土大陆中 除了矮人族对黄金近乎疯狂的痴迷 还有一种生物也十分喜欢黄金 那便是嘴里能喷射火焰的巨龙石毛鸽 这一天是矮人族改变历史的日子 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将过上流浪的生活 坚固的城墙在巨龙的火焰下轰然倒塌 短小金汉的矮人族士兵更是不堪一击 于是矮人们不得不放弃 这座装满无尽财富的王国 在逃亡的路上 国王的孙子索林看见了曾经的盟友精灵族 他本想寻求对方的帮助 但在看见精灵王高傲冷漠的表情后 他变得无比愤怒 因为在他看来精灵族背叛了自己的盟友 但其实也怪不得精灵王 先不说是矮人们曾经欺骗过人家 而且精灵王就算想帮助他们 凭自己的力量对付巨龙无异于去送死 于是他便率领袁马返回自己的森林 不过矮人族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决定先回老家摩瑞亚打顶基主 殊不知这里早已经被半兽人军团占领了 于是两族为了领地发生交战 体型高大魁梧的半兽人军团很快占据了上风 其中他们的首领毁灭者 砍下了矮人族国王的头颅 看见自己国王已死的士兵顿时士气大跌 面对敌人的攻击逐渐走向崩溃 年轻的索林作为国王的亲孙子 为了扭转局势拯救矮人族的未来 他手持剑盾独自单条毁灭者 但毁灭者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 仅仅几个回合便打落掉了索林手中的剑盾 索林捡起地面上的项目当作盾牌进行防御 就在毁灭者高高举起手臂攻击下来时 激敏的索林迅速捡起武器一刀砍断了毁灭者的嘴 其余半兽人见状慌忙脱回自己受伤的首领 而其余矮人族则士气大增 在索林的带领下与半兽人军团打得旗鼓相当 最后矮人族以极其惨烈的代价获取了胜利 整个军团此刻只剩下了13位矮人 但是属于矮人的战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他们还要击败恶龙使毛哥夺回自己的王国和财力 在挥跑法师甘道夫的帮助下 13位矮人找到了自己的帮手霍比特人比尔伯 这是因为霍比特人天生善于隐藏和潜伏 而且他们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 此外恶龙对霍比特人的气味也十分陌生 所以比尔伯对于矮人打败恶龙具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一行14人开始踏上了屠龙的路程 殊不知众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被半兽人看在了眼里